公老师对我的小康一向都很支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公老师 小康老师,请掌声欢迎 大家好,那个今天 应该刚刚有提到线 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介绍的是魏彦吴 他所谓的小建筑 那其实我在一年多前有来这边介绍一下魏彦吴他的 上一本,蛮重要的一本书叫做《自然的建筑》 那是他的上一版 那上一本的《自然的建筑》他基本上做的都是他的一些实质的一些建筑的project 那这一次他特别出了一个新的论述的书 我称为叫做论述的书 它不是一个叫做project的介绍 是他提到的小建筑,他其实大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会上他的网站去看他的作品 大部分他这本书所谈的作品 都放在网站里面,叫做pavilion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的亭子 不过用pavilion来讲,并不叫做亭子 他就是大博士,他大概有几件事情常常在做的 一个叫做exhibition,就是去做展览 另外一个pavilion就是做一些实验 那大部分做完实验之后,他会在 真正的architecture或interior以后才会去实践它 所以这本 这本小建筑的书 比较重要的是去看他还在ungoing 就是还在 持续的一些建筑的实验 这也是我 这是 想要来这边跟大家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在谈他的真实的最后的建筑的东西 或者这么说 可能 现在看到他这本书所介绍的 他这些实验 陆陆续续可能会在未来的10年 他慢慢很多房子盖起来的时候 大概会跟他这一个实验有点关系 所以我今天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小建筑的方式 我大概不会加太多 个人性的评论 因为这个基本上跟这个书有关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基本上我的形式上 比较会用导读的方式 导读的方式基本上还是有一些部分是我个人意见 可是大部分的导读方式其实是 让大家理解他在这本书里面所架构出来的东西 跟他自己的real project 真实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跟他背后的思考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还有跟他上一本书 自然的建筑 或者更早以前的副建筑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都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讨论今天的架构 那因为一年多前我 曾经花了一段时间 研究他的 自然的建筑 所以我 可能 刚开始我还是回顾一下 为了要让 因为在座的可能 某些 朋友可能听过我上次讲的自然的建筑 可是某些可能 完全不理解 魏妍武这个人 魏妍武在 日本 非常出名 在世界上非常出名 在台湾呢 有很多人知道 可是不太像 双雄 伊隆峰雄 跟安德忠雄 这么出名 不过他在 他在 世界上现在 算是日本 界 非常重要 当然还有一个 最近得到 福利资格奖的几位 包括美导和氏 好像是 10月初要来 10月8号 他会 美导和氏会过来 他也是非常重要 得到 德国福利资格奖的建筑 另外一个 建筑是今年才刚拿到的 版帽 这些都是 日本现在 最红的 魏妍武一直是没有在 这个叫做 福利资格奖的行列里面 当然是因为 不是他没有理论 而是他 做了很多商业建筑 大部分在建筑里面 做泰国商业建筑 每次要给奖的时候 都会有点犹豫 在 在评审上面 不过这是难免的 不过没关系 如果就建筑谈论建筑的话 我会去concent他的商业不商业 所以我可能会花刚开始的时间 先大概谈一下 我 刚开始会谈的 其实是让大家 理解一下我上次谈到的 自然的建筑 魏妍武 他在 十年前 值之前的那段时间 他所做的事情 那我上次在谈的时候 基本上 架构在两个 topic 这两个topic 大概会跟 今天讲的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一个人的思考 他当然自己号称 我自己 在他的这本书宣称 他在311 311 大家就知道311 就是他们海啸地震之后 其实他 对建筑有很大很大的一种反省跟改变 所以这本书 把建筑放在311之后的 小建筑 其实是 他有个界限点 这个界限点是在 他们的海啸三点半前的 那个时间点 可是实际上 他的建筑理念跟他的实践 绝对不是在这个点 因为他不可能在这三年半里面 做太多的实验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实验 其实都是在2000年之后 也就是基本上 已经是10年前了 所以绝对不是311他在想这个事情 而是他跟他之前的迈入有一定的关系 那那个时候我帮他下了一个注解 基本上这个注解 我把他下了一个注解 在自然的建筑里面叫做形式的校区 或构组的追寻 也就是说他在50岁的时候 其实真正做过一个反省 他自我的在形式上的反省 他说我尝试的所有的建筑的形式 真正的形式背后是要追求的 是他的 整个构组的关系 构组这个字是一个 比较建筑学术上的字眼 这个学术上的字眼其实是 就是构造 材料 跟建筑方法 OK 把这个东西并在一起 叫做构组 他是比较一个学术上的字眼 所以我把 如果我今天要去反抗形式的时候 我今天把我自己放在来是说 我如果今天大家看我的形式很炫 很有一些新的风格的话 请大家 回来看看我怎么去思考 当初我怎么用这个材料 我怎么去盖这个房子 所以这个在 在建筑上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要 摆脱 因为很多建筑师他形式操作很厉害 他要摆脱 外界认为他只是在做潮流 或做形式的时候 他常常会回来 看自己在构组上面有什么样子 的贡献 或者自我的反省 台湾现在也是 所以如果大家提外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现在台北是刚好在展一个非常重要跟构组有关的一个建筑展 叫石构组 石是实在的石 石构组 这个展览每两年会一次 今年做得非常好 可是这个石构组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非常多包括日本的建筑师都有 他的project在那边展览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模型 可是这个展览 有点可惜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从暑假到现在 所以这个周末是最后一周 这个周末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没去看的话 市构组就拆掉了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建议这个周末 赶快去看 然后地点在哪里 在仁爱陆空军总部 也就是仁爱陆跟建国南陆交口的那个空军总部里面 第一次空军总部开放让人可以进去 然后在那边办展览 所以如果大家对构组这个东西有兴趣 倒是可以去看看台湾 怎么谈构组的关系 那其实在这里面 他为什么要谈形式要校区 要去谈构组 我等一下会从 他的两本书 来跟各位介绍 第一本书就是之前 也是武南这边出的一个叫做 自然的建筑 这是他我刚刚讲的上一本 他 比较完整的一个论述 另外一本就是紧接着在自然的建筑的另外 几年后的现在 所出的叫做小建筑 小建筑用这个小这个字 非常有意思 那大家第一个概念里面听到小建筑 就会说那应该是很小的东西 的确他在 盖这些 Pavilion 他在网页上面看到所有跟小建筑有关的全部都归类到Pavilion 都是一些展览跟实验也的确很小 可是 在还没讲后面之前我会建议大家先把这个观念先取掉 因为他在他的前沿的时候就讲一句话说 我所谓的小不是 规模跟大小的小 我所谓的小是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下说 可是你第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要认为 那个小建筑是长得比较小 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要看这本书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刚进去的时候就要先理解他怎么define 定义那个小建筑那个小的这个字 OK 那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很快的先介绍 魏延武的 建筑他其实 如果从他自然的建筑那一段时间里面 他最 所以为人重视的 为人称道的是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的 在地的或自然的材料 包括木头 砖 竹子 格杂 石板 包括日本最重要的 石 这些天然的建材 是他非常一脉相传的 也就是说 他做的所谓的自然建筑的一个quote就是 他要抵抗 现代建筑的那种叫做 纯 钢铁玻璃水泥 大量制造的 玻璃他也不能那么反对 他其实最反对的就是 某一个人最爱用的东西 就是 水泥 清水混沥土大概是某一个建筑师的政治标记 那他其实最反抗的就是反抗那个 那个清水混沥土 这是他最反对的 他用了各种各种不同的材料 用各种不同的材料的构法 来抵抗 这个水泥 可是大家都知道水泥在20世纪整个100年 其实就是混沥土的世纪 其实所有的房子 最重要就是混沥土 当然还有钢铁玻璃 可是他在抵抗这个事情 而且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觉得这些自然的材料比较有机会跟水光线空气 这个事情 在一起 他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 那这句话其实 有人称为说自然的建筑 有人称为叫弱建筑 因为他这句话很重要 一直到小建筑这本书一直在写 他就说 他希望创造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柔弱的 这个是抵抗什么 抵抗的非常确壮的 就是 安藤忠雄那种 非常非常英雄式的 永久性的这个建筑 还有一个非常柔弱的建筑 可是他能够抵抗 这个所有的永久性的耐震 所有的建筑上所必须要照顾的安全的关系 而且他希望能够回到地方或回到传统的美 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弱建筑 所以弱建筑的这个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建筑师在看这个事 可是这个弱建筑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一段话里面所建构出来的 而且他的弱建筑希望能够跟环境在一起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直接去进到一些环境里面去 我这个都是之前讲过就不再重复讲很快的再过去 可是呢他 这个人不特别 这个人在1990年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得志的建筑师 尤其是到美国去念书 那一段时间 又流行 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时代熟不熟 其实80年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叫做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他根本 他还跟着做 做得好丑 现在看他竟然说他当初做后现代主义在宣告建筑之死 我觉得那个根本是狗屁 那个就是 做了以后 突然发现他 不要再跟着 他是做这个东西在宣告建筑的死亡 其实他如果那个时候一直在做下去 其实他就 就没有了 可是有一个蛮大的转捩点 这个转捩点如果我这个名字 开始被看到是因为 他在这个时候 对不起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80年 尾巴的时候 到90年 他就已经 意识到这个后现代主义快要死掉了 他是一个 可以写文字的 建筑理论家 他不只是一个可以做设计的人 他是可以写文字的人 不是每个建筑师都可以写文字 他是一个可以写文字的人 所以他刚开始并不是在做装作 他刚开始 写很多理论文章 所以他刚开始搞不好 不小心如果没开业的时候 他就真的都在写理论文章 在这个理论文章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批判当初的这个 这个时代的建筑 一直到90年 他才开始正式进入当做建筑师 做一些比较有的看的房子 可是在日本要 要盖一个房子真的不容易 因为都被大公司给 给 因为日本基本上都是大公司 在办法做 做一些案子 所以他刚开始并没有什么空间来做案子 所以 他刚开始都是下到下乡去 去各个乡间去盖一些 不算大不算小的房子 所以他90年真的让他起来是他直接进到 地方性的都市 简单讲有点像如果你不曉得 他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 大概跟台湾现在有一位叫黄生远 跑到宜兰 台北很近的一个小时的地方 然后很近的地方 可是他比较属于地方性 他到那个地方性里面去盖地方性的房子 所以就会像黄生远在宜兰开一个叫田中央 OK 在台北市绝对不会开一个田中央 当天就开一个田中央 他就开始是做一个地方性的建筑 也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 他碰到两件事情很重要 碰到当地的一些 传统的祭司 OK 比如说你到英哥 你会碰到很多套池的 你碰到三亿 你会碰到很多座木雕的 你会看到每个地点都有一些 留下来的传统的祭司 那尤其是日本 日本对于这种 专业职业 职事 这种人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他到每个地点的时候发现 日本特别尊重当地的各种不同的职业的工匠 所以他到那边的时候发现这些工匠所知道的事情 刚刚好可以帮助他去抵抗 他自己所面临的那个现代主义很现代的东西 而且他可以在这边说出他一个 不一样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而且第二个点是他跑到地方去 他希望在地方盖出一个地方有关的事情 所以呢他在那边做两件事情 是一个跟地方开始 共构 另外一个是开始发现了很多的素材 这个素材其实都是因为他 受到这些 工价 的一些影响 所以他就跟他们合作 也正因为跟他们合作 盖了很多很多小小的建筑 让他真正建立起他自己的建筑观点 所以呢 他什么时候开始呢 他40岁才开始 所以他40岁到50岁 其实是他的 最重要的一个 发展期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看叫做自然的建筑那本书 基本上比较多的精华期 都是从40岁 一直到大概55岁 左右 也就是他用了 差不多14年到15年 40岁到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现在大概52 大概就是从40岁一个建筑人精华的开始 一直到55岁那15年 其实他做了非常多的小房子 那他非常非常 希望在每一个小房子 都能够 每一个房子都做一个特殊的事情 所以他在15年内呢 每盖一栋房子 包括石头的房子 包括木头的房子 包括竹子的房子 他用了各种不同的材料 都来讲他们跟这个自然有关的 的关系 也正因为这样他其实真正建立起他自己的个人 理论 而且 他的建筑都被完全受到宗示 大概是他54岁 就写这本自然的建筑这本书 那这基本上已经是在2008年了 2008年之后他就迈向世界了 因为自然的建筑 他盖这些房子得到非常多的奖 也受全世界的宗示 所以他就开始 去做很多国际性的安置 你如果注意看他的 真正的公司的网线 的portfolio 他真正的所有建筑 最大量的都是 2005年 一直到2014年 就这10年 这10年 非常非常多的project 都在世界上 那这是他的一个架构 大家如果能够理解 然后 我们上次 上一堂在一年多前 我讲的那一堂 其实在讲 55岁之前 的 一个架构 那现在他 他大概快到57岁左右 所以 50岁之前 55岁之前 他现在大概60岁左右 他现在 到最近的5年 他又在做的就是他现在的这本书 所讲的事情 那我们很快去看 他在 50岁的时候写的一个副建筑 就是 他开始提出了一些 对于 这个时候的一些灾难的批判 反省地震 911的这些灾难的批判 他其实在批判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应该要建构一个 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纪 这么快速的转变 然后我们到底人类做的这个现代科技 到底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在这边 讲这个小建筑说是311之后 其实不然 其实真的讲应该是2004他在写副建筑的时候就开始 所以他这里面的 刚开始的前沿的论述 绝对不是他在看到311海啸 地震以后开始 他是在这个副建筑就开始了 那我们今天不讲副建筑 所以我们 很快的带过去 到了在谈54岁的时候 才谈自然的建筑 他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地的材料 工匠 工匠 要购筑还有当地跟场所怎么 怎么关系 而且他 开始 希望跟自然景观的融合 不是用那个 不是用房子的造型 而是希望是能够善用木材 砖 石头 在我们现在用我们的 口头的说法就是用本土 本土的材料 本土的购筑方法 然后应该简单来讲 表面来看应该是比较叫low tech 什么叫low tech 就是比较低科技的 比较不叫high tech high tech就是用高科技的大量生产 的关系 所以之前在做的这个自然建筑的时候 他就 帮他自己的每一栋房子 做了一个住截 一个是跟光线有关 一个跟石头有关 一个跟木头有关 一个跟竹子有关 一个跟土墙有关 跟这个地景有关 包括跟和纸 就是用日本和式的那个 纸来做建筑有关 所以你几乎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 把每一个房子 都拿一个材料来做尝试 那这个材料来做尝试 其实都在尝试 他怎么用这个材料盖起来 而且这个材料 基本上我们在想的都是一些 传统工法 或者我们称为叫做 很不容易盖起来 因为很容易会 倒啊 很软啊 这些东西 所以 他必须要用非常非常多的技术 来克服这个 这个关系 那早期他还是脱不开他自己 很现代主义的 很现代的观点 所以他早期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水上的一个 一个房子 那这个水上的房子 在1990盖的这个房子 非常有趣的是 它是在带海旁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外部 内部 基本上希望能够延伸 整个海上的风景 然后呢 上面做了一个 顶 可是这个顶你会发现 做了很多的格杂 细细的格杂 让光线进来的时候 格杂都知道 它不是一个石的顶 所以 光线会从格杂绿过来 然后下面又是一个粉色的镜子 跟粉色的玻璃 跟粉色的水 那个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对他 跟后来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他说我希望用水 来用格杂这些光线 希望水跟玻璃跟格杂 放在一个大自然的建筑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让建筑 很重的量体可以消失 这是第一件事情 很透明的房子 它的量体型就会消失 就跟我们今天如果看安藤忠雄的房子 我没有特别说它不好 它其实跟它是对比的 安藤忠雄是会留下 很重很重的 跟光影之间的关系 他刚好是做一个 非常轻的概念 那这个很轻的概念 他说了一件事情 他想要把这些水 跟光线打下来的这些反射 做得像光粒子 很多人都听不懂 你在做建筑 做建筑 为什么你把建筑 成为光粒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其实这个的说法是跟 艺术史有关 OK 如果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做印象派 大家知道吗 印象派它其实就是 把实际上的景象 用很多很多的 包括印象派里面 还有点描发 变成很多点很多点 或者是 你看到它那个画 你很近很近看 你根本不晓得它是在画 什么 你要拉到一个圆的时候 很多的颗粒才会形成 那个图像 他说我想把建筑的这个很具体的东西 经由光线的各种不同的过滤方式 让它呈现出一个 粒子的关系 这是他最好奇的 他想消去建筑的存在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的朱姐 他说他想消去所有的形式 想要用各种不同的材料的关系 来消去各种不同的形式 第二个他做的事 让他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project 叫石头美术馆 他明明用很重很重的石头 大家会说 龚老师你不是说 他很讨厌做很重的东西吗 他用石头是很重啊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project让他很出名的原因是因为 他希望做一个建筑是可以 用人的方式就可以盖起来的 这个人的方式还能够让这个石头可以呼吸 他想要做一个叫做可以呼吸的建筑 所以你会发现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他把石头裁成 6公分的一长条 一条一条就像我们在砌砖一样 本来我们都知道石头只要整块整块搭起来 就变成一个密而实的一个很重要的量体 他反而把很重的东西切成很薄很薄的宝片 很薄的宝片叠起来 有点像dandy的空心砖的时候 就开始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洞 这个洞呢 可以把光线跟风带进来 他想要做一个 石头的建筑可是可以呼吸的 什么样给他这个灵感 可以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他这个业主 是找他去做一个仓库 建筑师去做仓库 其实他亏待他了 可是他这个仓库很重要的是 那个业主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有的就是石头 跟我最棒的 因为他是石头厂 我最棒的石头 跟最棒的石头工人 OK 他听到以后他就很高兴 他就超死这些石头工人 就把石头 裁成一条一条 那一条一条6公分 大概是做到一米 二条一米五长度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我想做一个石头 是一个人可以搬得动的 不是要用起踪机搬的 所以我要用一个 人性的观点 他后来在这本书叫做 智力的建筑 自己可以做 自己可以盖 的一个智力性建筑 来盖这个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石头 的确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人性尺度的 他既有很永久的 石头的观念 可是他也 也蛮有人性尺度的 这让他得到 非常非常多的讲 甚至于可以看得到 画了施工图 其实都是让这个石头 可以通风 可以进来 可是你知道做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石头很重 他站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 魏玉武一个蛮厉害的 是他每次他用重材料的时候 因为他要讨路 怎么去构造 怎么去盖 所以他常常是A加B 他做了石头 可是石头没办法站起来 之后他里面会加铁键 可是铁键会让他藏起来 所以其实你不要那么单纯以为 他就这种石头盖 他常常是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现代的技术 可是这个技术都不是用难的 因为他拒绝用 他拒绝用科技的难的方法做 可是他却又耗尽很多人工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到底 哪一种比较难 他用尽了所有的人工来做出 这样的房子 再过来的project也非常重要 我谈这些project都跟他后面今天谈到小建筑有关 他说他去看莱特的房子 或者看一些老房子 他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最有感觉的是这些石头 他说这些石头都有好多好多的洞 他说 看到这个石头的洞 都觉得这个石头其实是有 非常多的时间性 石头是有空气感 听起来很奇怪 什么叫石头具有空气感 所以这个石头他会吸纳很多很多的外在的 的环境的因素 所以他会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有些 风化老化的关系 他说这些石头 开始产生的 这一旦有这些孔 石头这个物质就会产生重深跟深度 那这个就是 他想象到 他希望找到这个材料 是可以跟着时间走 但是很多建筑师都很喜欢这个 可是他刚好跟台湾人相反 台湾希望是 盖个东西 十年都不要变 不要变久 所以台湾人最喜欢的是不修杆 那 很多建筑师喜欢什么 镀芯 芯会风化会变色 铜最棒因为铜会了 老了又会长铜绿啊 会变色 建筑师都喜欢这种 水的时间会改变 或是喜欢水泥 水泥因为 风吹雨打以后他会吸水 开始有一些痕迹 会有一些旧的痕迹 可是这些东西在台湾都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旧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 人对于时间的观点 认知不一样 所以我们台湾最喜欢的真的就是 不修杆跟美奈板 因为这两件事情 完全不会 不会老化 不会旧 可是实际上他在谈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老化其实是跟着时间走的 你会发现 你用这个材料是有纵深 有这个深度的 所以这个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他为了做这个事情 他做了一个进化非常有意思 他故意找当地的 他会有做一个案子用当地的大虎石 用大虎石去做一个B字形 像空间砖也有一个打起来 这跟刚刚那个是一样 这个石头除了他自己本身有那个呼吸的孔隙以外 他还企图让这个建筑是也可以呼吸的 所以他 故意让那个建筑做成B字形 两个卡在一起 让他的整个建筑的光线 风都可以进去 他说我不仅要让这个材料的石头有孔 我要让这个建筑有孔 建筑是可以 可以空洞进来的 那这个案子做得也非常非常好 他其实开始滤过了光线 滤过了空气 那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移动建筑 这些叫做可呼吸的有孔的建筑 其实非常 虽然讲的都很老旧 可是非常 很多原始部落也都是这样 他非常符合当代 为什么魏元武这套东西会被 很多人重视 为什么符合当代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这个非常像现在谈到的 绿建筑 就是可以呼吸的建筑 而不是像20世纪的这个所有都是用空调 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去控制的 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再过来他就开始做了另外一个美术馆 这个美术馆叫做广众美术馆 那这个安藤广众其实是日本非常非常重要的服饰会的画家 他是帮这个服饰会画家做了一个美术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几乎没有造型 他就是一条几十公尺长 只有一个大屋顶全部都是用木头隔渣做出来 那大家就说这个到底是做什么 一样他用木头隔渣来回应他一个可呼吸的 可以滤过光线的状态 他很厉害 这个厉害的说 他说我这个建筑来自于哪里呢 我这个 建筑的概念来自于安藤广众的 这张画 这张画你可以看到那个雨丝 所有的这个雷震雨的雨丝 所有的生活面包括桥包括人包括船包括自然的风景 都藏在这个雨丝的前后关系 所以呢经过一层像沙一样的 的雨丝里面去看到这些所有服饰会的生活性 或者是地景的场景 或者后面的自然或者是这里的大自然关系 他说其实我希望做一个安能广众的博物馆 利用很细很细很细的木格渣 来律过整个大自然 然后让人感受到安能广众的这个关系 然后他把它做在一个 非常非常 那个木头都来自于那座山上的木头 所以把山上的木头 移到下面来以后去盖一个在刚刚刚讲的安能广众的关系 他希望在这边可以 借由人工跟自然里面 用极细的这个雨丝线条般 来界定大自然跟人工的关系 他说一个又模糊又纤细 因为刚刚如果看到安能广众的那个服饰会 你会看得到那只雨丝 其实是不是界定的非常清楚的 那个所有的人在这个雨的前后关系 其实是 是开始有一些暧昧的 层次 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暧昧线细的 关系 他说 他把后面的山树林 拿来这边盖一个人工的房子 他既不属于大自然也不属于人工 他用当地的材料来做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大大的屋顶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各种不同的密度的 的 木头的关系 让那个光线可以直接 架起来 然后这个 这个关系造成了非常多的 当初魏延屋做的非常非常多的房子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有用石头来做 呼吸的 他有用木头来做呼吸的 还有一个我今天没带来的是 有个叫竹屋 大家知道竹屋在哪里吗 在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 有一个在山上用一个竹子 盖一个亭子 那个是他盖的 他开始用当地的竹子 为什么要用竹子 在自然建筑他说 他说 我们日本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精准 可是到大陆 你明明画得好的 他自然就会跟你歪 所以不晓得怎么办 他说那没关系 我面对大陆这种 匠师 大陆那个不叫匠师 那个叫盲工 根本不看图的 所以他说我面对那个事情 我要做一个 非常low tech 就是街头歪草都没关系 我反而想要找到 中国大陆的那种工程的 那种local的张力 而不是日本那种工匠式的张力 那也很对 那就是 他面对的是 每个当地之间的 的关系 我大概用这么快的时间 跟大家讲 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 自然的建筑的那一整本书 所以如果你们看这本书之前 你其实有机会的话 可以回去看自然建筑 我紧接着就现在来谈到说 那 小建筑这本书 他其实 号称是在 311之后 他开始写的这本书 他其实他写的这本书 的同时 他介绍的所有的实验 都不是这个时候 都是在这之前 其实2000年到2000 2011年 这十几年 他也许都在做的事情 可是他 他说他写这本书的 七级是来自于 日本大地震 其实这个回应到他 他 刚刚写 50岁的时候写的那本 45岁写的那本书 叫做副建筑 副建筑那个时候不是谈到 911 谈到半神地震 对于 人类跟自然之间的 那个关系 他说 再怎么大的建筑 最后还是会毁掉 大自然力量很大 所以要面对大自然 好像要用更柔软的方式 来面对大自然 而不是用一个 非常粗壮的方式 这当然是他的理论 所以他就写说 其实建筑如果盖得 再怎么样子的 他说建筑盖得再怎么强大 合理又巨大也 抵抗不了这个大自然 他说我们碰到的海啸 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类的建筑 其实这么的不堪一击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 我们要从零开始思考 建筑 听起来其实蛮感动 我是不相信那个时候 他在讲这个事 这是讲给大家听的 那从零开始这件事情 也不是他今天想的 这个也是一个说法的问题 不过他趁着一个大地震来做这个说法 我觉得也是好事 OK 那他其实在抵抗的其实他在 15年前就已经在做了事情 他说 其实我们伟大的建筑 我们所学建筑的人 从小开始都被建立的都是这些 从希腊 罗马 哥德到启蒙时代 他知道希腊罗马 是在强调这个古典的纪念性 因为要为神所盖 所以你 你盖的建筑的高跟大 跟那个美 都是为神盖的 所以希腊罗马房子 是没有建筑师的 因为他是 去帮神盖的房子 可是到了哥德的时候 其实他知道 哥德建筑最求的就是要求很高 所以到哥德教堂 你叫他很高 其实是因为人类开始 希望跟上天来 做对抗 所以人类要开始 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 让你房子盖越高越好 OK 那这个哥德的这个高 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 就在我们旁边101 就是还是在讨论这个高 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 对抗问题 启蒙时代是在谈建筑里面 怎么用新的科技跟新的本质思考 来让建筑再往跨一步 其实跨过启蒙时代 之后 就正式进入 现代建筑 从古典建筑成 他说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赞美 一则是对上帝的赞美 另外一个是对 人类的智信 人类的 intellectual 智慧的赞美 包括启蒙时代的关系 从 巴特隆神殿 雅典 希腊 还有罗马 最重要的最重要 一个叫万神殿 如果你到罗马就看到 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求人类的高度的 哥德教堂 这是在 最重要的哥德教堂的经典 就是 法国的 巴黎的圣武院 求那个twin tower 那个高 而且他的拱 都不是用圆拱 都是用肩拱 为什么肩拱 要让那个视觉的高度 越来越高 包括文艺复兴 希望能够求所有的人类的 这种叫做黄金比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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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1-10-618 求那个rism ABABA的韵律 这个就是 人类对数学 对几何的一种向往 文艺复兴 也是在谈知心 OK 可是他都是用 建筑来盖一个 叫做永恒的建筑 包括启蒙时代 开始盖了一个非常纪念性的 这个叫做牛顿纪念堂 有没有盖起来 没有盖起来 就是牛顿纪念堂 企图去 让人显得很渺小 人大概就只有这么大 因为人这么大所以这个盖不起来 可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企图让人 显得非常渺小 让人走到里面去的时候 感觉到 宇宙穷隆的无穷 大家知道启蒙时代那个时候非常重要的是 发现地球不是我们的唯一 有一个叫做宇宙 Universal 这个宇宙 那个宇宙其实是无限大的 所以开始 人类变得非常小的原因 是因为世界变得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都是在人类史里面 尤其是西方建筑史里面非常重要的 都在求那个纪念星 求那个大的关系 一直在转过来到了 工业革命 开始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开始从 赞美神 赞美这个 这个 上帝 到人类的 智星的伟大 再过来转到变成工业的力量 工业的力量就是技术 OK 那这个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制造了钢铁玻璃 还有包括 我们现在刚叫做混凝土 还包括汽车 包括电梯 这些所有所有的事情都在 追求这种大量的 叫做mass production 快速工业 所创造出来 也因为这个快速工业 做出来的东西是组装出来的 所以它可以非常的快速 而且可以开始变得很轻 OK 那这个对人类来讲蛮重要的是 可以突然建筑 突然建筑 突然建筑可以变得很轻 可是呢 它的坏出是突然人的建筑 开始被很多的 技术给控制了 我们称为叫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的技术 那人类开始要求高 积蓄在求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 最经典的一个建筑 这个求高就是到现在为止 在当初在巴黎的时候 所有人都反对 然后现在其实变成巴黎 唯一的logo 就是巴黎的铁塔 其实巴黎的铁塔 盖起来根本不是给人用的 因为不晓得怎么用 只有电梯上去 从这边才可以看到 看到全巴黎 这样而已 它并不是真正的建筑 它有点像 放大版的 放大版的方箭碑 以前埃及有个方箭碑是 埃及的方箭碑是要人类跟太阳神讲话的 到了巴黎的铁塔 人类开始要跟上帝证明他的最大的能力 就是这个技术的能力 在那之后其实很多人就开始对这个垂直的关系 非常的向往 包括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鬼才 还用歌德教堂 的原型来盖了一个到现在还在盖的 100年都还在盖的这个巴塞隆纳的 圣加堂 那这个是谁 这个是高地 都在求高 现代主义开始慢慢的从刚刚的那个没有人可以住的 开始变成 我们称为叫科登沃 我们的大陆工程大楼的这个 完全 用大型的结构 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空 像一个光盒子一样 都在建立一种新的技术跟空间的关系 包括我们的101或者上海现在的两栋非常重要的两栋大楼都是 这些所有的事情 其实 小建筑的第1章其实就在讲这个 他其实是 企图把一件事情全部 以前我们到现在看到的所有最棒的纪念性的房子 全部拉出来 他说 这些都是人类 一路下来证明他自己 能量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以建筑为 为他的 表现的 最重要的最终点 来表现他想象的东西 可是这些事情他说在 21世纪的现在 其实不work 21世纪的现在 其实 人类所面临的是 江标三情话叫做大自然的反扑 OK 我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反扑 那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可是他在谈论这个东西 他举的这些全部例子都叫做大建筑 我们以前 Architecture有两个字 一个是小写的Architecture 那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房子 Architecture有个大的字叫大写的 那个就是很伟大的建筑 就是现在我们 都可以看到名师盖的这些房子 他说还不止这样 他说 巴黎市 也曾经因为一次性的进步 一个叫做Hosman 一个公爵 他为了要让巴黎市的贫民窟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巴黎曾经得过瘟疫 然后一次死了非常多人 然后那个瘟疫最重要的是因为巴黎市非常脏非常乱 那你如果去看那个悲惨世界 就有那个感觉 全部的大街小巷 全部都是卫生非常不好 然后几乎像瓶瓶库一样 那巴黎最大的改变 其实是有一次在 一位叫公爵 叫Hosman 就把整个巴黎 开了很多很多的大马路 非常暴力的 开了非常多大马路 那个大马路 我们现在称为叫做 布勒巴 布勒巴就是 我们如果翻译中文叫做 林荫大道 用了很多大的林荫大道 把巴黎开成 很多很多象星形的大马路 那林荫大道里面最败类的一条 叫做 叫做 香蟹里大道 那个叫拜了一街 那那个香蟹里大道可以一直到凯旋门 那个就是这样开出来的这样子 一条 一直到凯旋门 就这样的 凯旋门 几乎是非常纪念性的 很多很多的大马路对象它 它其实是一种人类的力量 用一个大型的整顿的方式 来把一个杂乱武藏的 瘟疫的这个 这个城市重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巴黎非常有意思 看到这些马路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 象星形的 环状的 大的林荫大道 把从 罗浮宫 一直整到凯旋门 一直到新凯旋门 你要到大轴线 这个轴线很暴力的 那个轴线根本就是 大到一划 你知道那个有多惨吗 那个大到一划 大概就是北京2008年 要盖奥运的时候多少人被人拆迁户 就一刀划过去 只要跟那条路不一样的 挡住的全部都是要拆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纹理很特别 这里有很完整的纹理 可是里面却是很乱的 乱七八糟的 这些纹理 他在讲一件事情 我们从19世纪到现在 相信这个 叫做技术性的进步来整理 当然以公共卫生为观点 以便利的交通为观点来改变了现在所有的美丽的巴黎 可是实际上 当初这些杂乱文章的 杂乱武章的这些房子 其实有他们真正的 一种新的 生活的美 这生活的美 都被 当初的这个概念 一到就 就化完了 化成这种 非常非常 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纪念性 他说东京 也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东京 他用了在这本里面自演说东京 是一个又大又丑的城市 因为他完全没有脏法 如果你到东京的时候 你如果去看到有一个叫做江户美术馆 做得很齐全 就是把江户时代的这些所有的 做出来 他说我们的地震 我们就是因为地震和火灾 所以让现在的东京变得又丑又大 可是呢 然后右手又大 右手又大是因为现在盖了很多钢铁的跟 跟这个魂尼托的房子 可是呢 我们全部去除掉就是因为 当初的木造房子 因为火烧了 因为倒了 所以全部都不见了 那这些房子就没办法跟现在这种有久的房子 他说木造房子既不坚强也不合理 更不用说 巨大 可是呢 他说 如果我们再回来看 我们看到 木造的房子 其实可以获得 人的 规模的构建 他认为 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观点再回去看那些木房子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空间的 感情 或者是从 木造房子的基础看到很多 跟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些东西 他讲的没有那么怀旧 大家以为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怀旧的人说 我们该 盖回这种老房子 没有 他讲的是说 这些木造的房子 当初的那种 构造的方法 等一下我们会说 他其实 他说这里面有 很多很 智慧的部分 很值得被 被采取的部分 可是正因为 某次的天灾 人祸之后 很快的去盖 接受了现代主义树 盖的房子 使得这些小建筑 这个部分的机会不在 他说小建筑 难道大家都不用想吗 他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 因为他小 而有意思 因为他小 而创造了一种 很有机的机会 因为他的大反而他改不动 他可能盖完以后 一百年 他就动不了 因为他想 他有很多的机会 他就这本书里面举了几个例子 我如果用导读的方式 里面有几个例子 你们回去看书 你们可以看到 他说 其实当初 非常非常重要的 贾伯斯 他当然更流行 因为全部人都讲贾伯斯 在写贾伯斯 大概所有人都知道 贾伯斯当初的Apple 1 就是在面对 以前叫做supercomputer 以前的computer 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用得起的 所以他开始用 用personal computer 用Apple 1 去开始让 电脑这个所谓的大机器 开始转换成小机器 现在当然已经变成我们的这个 mobile device 他说这个小 其实在各种工业生产 在各种 新的事物里面 就可以看到 小有小的另外一种 新的mobility 跟organic organic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大东西 看不到的 如果我们所有东西都在盖 那个大建筑的话 虽然他可以对我们有心理上的震撼 技术上的震撼 可是有很多事情就会跑掉 他除了讲贾伯斯 他其实还是一个蛮聪明的一个 一个理论家 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他说中国人 他叫中华料理 中华料理多有趣啊 中华料理 看那个din's OK 点心 外国人叫din's 点心 每一道菜就一点点 一点点 他可以铺满做的 这些所有的 所有的菜 你可以从里面 吃到某一个 所有的小东西 可以理解那个 所有的味道的特别的美 而不是那个大型的菜 他说 到中国料理还有这件事情 他说中国料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 中国料理有个原则 就是不管食材种类如何 一道料理所用的材料 大部分的切成同样规格 这个同样规格就是 萝卜丝啊 什么丝什么丝 合在一起 全部都合在一起 不过当然 他不理解中国料理还有很多种 他讲的是中华料理 日本人想象的这个 不过他讲的是有意思的 他就是说 其实中国人在做菜的时候 是把所有的东西 搭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一个 切丁切丝的一个 基本的方式 不是一大块的 所以野人才吃牛排那种 缺乏一种再 处理的这种过程 他说这件事情 其实 从刚刚蒋博斯的 那个叫做机械科技的观点 从这个料理的观点 他说 我所谓的小建筑 基本上的定义就来了 他说我小建筑是一个叫做 自立跟民主 你会觉得什么意思 小就小还想民主 他这边说 中华料理是一个 开放的料理 是一个民主的料理 它是一个 一再被重新发展 重新被组合的 东西 因为他在处理 这个 这个 变小的过程里面 开始 产生一种新的 composition 组合 新的capture 新的化学作用 他可以 变得非常多的可能性 他不像一个东西 就像盖个水泥房子 他永远的可能性都不在 他认为这是一个民主 是一个开放 他用的这个字是他很敏感 因为他知道现在 我们都在谈open source 所有人不管哪一行哪一页 商业机制也好 电脑的 code也好 什么都在谈open source 他就把这个引到说 我们其实要做的是一个 小建筑是一个 自立的民主 什么叫自立的呢 自立的就是说 我觉得小建筑是可以用身边可得的材料 自己的手就可以组装 其实这个回归到刚刚谈的自然建筑 他为什么要把石头切成 6公分 150公分长 就是 是人可以拿得到的 人可以动得了的 绝对不是一个 60公分后 你一定要起踪机去做的事情 他觉得 当你今天把一个东西材料 变成另外一种 叫做human size 这算是不是说 你要做一个人性规格 给人做 而是说 你对材料本身 开始处理过的时候 这个小建筑就开始可以 因应他的所得的 各种不同材料 可以自己 自己就可以组装 他是一个自立的 他不必仰赖 大预算 不必仰赖 这些公共工程的建筑 的东西 他说越大越可怕 越大越危险 他说 其实是他的推论 这个推论你可信 可不信 这是一个自我推论 他就用这个来推论 来打击他讲的那个 那个叫做巨大的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罗马湾神殿 巴黎铁塔 这些 非常巨大型的建筑 所以他这本书呢 开始在谈 他说 我谈的小建筑 不是整体的小 就是 不是去 看一个小建筑 是一个房子 长得比较小 小别墅 十六坪的 是不是就是你谈的小建筑 比较几个豪宅 一百二十坪的 十六坪的 他说我不是谈这个 我不是在谈这个房子的整体的大跟小 绝对不是小房子 这个小建筑 其实不是这个 是单位的小 什么叫单位的小呢 单位的小就是 把这个 整个建筑的系统 纵使你要开一个很大的建筑 你企图把这个系统 材料啦 把它的盖法啦 把它的 构造关系啦 把它的系统 做的比较 小的单元 而不是做一个大系统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是它的小建筑第一 到此为止 它其实对刚刚纪念性建筑有一个 反叛 有一个批判以外 它其实在建立一个 Defination 就是它的小建筑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它的目录 它的目录其实就是四章 它说我们怎么处理这些小单位 处理这些小小的东西 是用堆叠的方式 用自我的依靠的方式 自我依靠 什么叫自我依靠 就是你不必要靠一个大东西 你自己就可以 自给自主 就可以撑起来 这个叫做自己可以撑起自己 不靠 靠在山墙 或靠在什么东西 所以它的依靠也是一个力量的关系 用编织 把很小很小的东西开始编织起来 或者这个小东西 是可以随着不同的时间的关系 可以可开可合 可以有机会来跟 外在的环境做对应 这是它认为的小建筑 它可以互相依存在跟自然互动 OK 这个是它定义的 请大家认清楚 它定义的这个事情 它说小建筑有非常有意思是 我们以前 做的 小建筑在早期以前也有 就是用什么 用一个小单元 最常看到的叫做钻块 钻块跟石头不一样是石头 你如果去看罗马建筑 罗马建筑最常做的两件事情就是钻跟石 石头很大根本扛不动 那个是叫纪念性建筑 另外一个民间建筑是用钻 钻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 比较有意思呢 因为它是用一手就可以拿 所以手就可以起 所以 它认为 以前其实有这种观点的 以前用钻 来做一个单位 是一个非常棒的 因为它一个人的单手就可以操作 而且 到处可以拿得到的 普遍性很强的材料 这个 它认为 钻块是一个小建筑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单元 这听起来很合理 所以它说 钻块的确是 很容易控制的一个 心中的大小 它说从古典建筑一直到19世纪以来 古典建筑都是用钻来做的 所以古典有古典的智慧 因为它是一个 叫做自立性建筑 所有人都可以自己 可以盖 那这样 它不是打了它自己吗 它说 古典建筑到现在 钻建筑其实就是OS OS就是像我们这样 电脑常常在说的 就是operating system OK 你知道不是 Apple Johnny 所以现在是OS6 叫你update 其实就是一个 叫做共同的code 这个共同code让你 大家可以共同使用 他说钻块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code 那大家会问说 如果 威延我你提到钻是一个 这么早以前 就是一个小建筑的一个单元 那你要有什么好变的 现在不需要你 然后我们回去看古典建筑就好了 他很聪明 他说 钻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要弃钻 需要用泥匠 你一把钻给 糊起来以后 他就fix了 他就无法再变 所以他没办法自己一直在 非常有机动性的有机的存在 因为他没办法变 所以罗马建筑去做钻拱 做一个拱 做完之后 你不把他敲掉 你是没办法改变他 所以他说那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在21世纪的当代 我是不是想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开始用钻的系统 这么早以前的OS 就是他的operating system 可是呢 我要克服 以前的这种 用水泥泥浆把它浮死 变成永久建筑的状态 我接受了这个单元 可是我不接受那个永久性 我希望能够随时的改变 这样大家理解 那 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 他马上可以 可以讨论一件事情 什么的东西 最近的什么的发明 非常出名的发明 其实跟钻一样 是一小块小块 可以搭起来 可是可以拆掉一个种族 一个儿童的游戏 乐高 OK 乐高它不靠什么 它不靠 水泥来气 它靠什么 它靠卡榫来卡 所以卡卡卡卡 卡完以后可以拆掉 这个很棒啊 乐高之所以 现在这么多小孩子喜欢 是因为它千变万化 它有一个OS 它有一个operative system 每个单元好几种 可是都是那些 可是它可以盖 非常非常多的房子 所以他说 乐高不是很棒 可是乐高这么小的款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发明 类似乐高的东西 可是它可以堆叠 堆起来 可是乐高如果堆叠到 很大的时候 它又变得很重 所以我们要发明一个更轻的 所以他对他来讲 不要被固定 而且越轻越好 这两件事情 大概是他维持他的叫做 自存性 自主性 自立性的建筑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他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这个 他说如果可以 让这个单元可以 变得更轻 那他有机会 可是要很牢固 不能轻而不牢固 轻又牢固 他就找了这些东西 这些什么 大家知道吗 他就找了一个 他说去找到这个 道路工程的那个 缩桥水箱 看起来好大 可是一个人就可以抬起来 因为它里面是空的 甚至于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有些土木工程 要做一个舌龙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隔壁堆起来 以前都是用那种 水泥块 慢慢他会发展很多 不同的材料 他说如果能够让 刚刚的乐高 这个事情做出来 要是建筑可以改变轻重的砖块 那多好 砖块如果不需要水泥 砖块如果可以改变轻重 那不是很棒吗 再回来问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日本 有一些 这个叫做印隆 有一些小小的 其实我们的便当 我们的点心也是这样 其实曾经有一个 香港人他在发展他的建筑 他说我想做点心 为什么 因为吃完的时候可以一直盖 一直盖 可以落得很高 那个笼子可以一直盖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组合式 可是每个拆开来 每个里面都不一样 所以他说 其实我们的印隆 是我们可不可以要发明 刚刚 可以卡在一起的 可以 像刚刚讲 减轻重量的 第三个 还可以 随意改变组合的砖块 那到底多好 他都用砖块 因为砖块刚刚刚先讲说 那是小建筑的一个小单元的 没关系 如果还可以发 发明这个可以随便组合 就像他们的 传统的这个 合起来是一件事情 分开每个都有不同的功能 每个都有不同的单元 而且 每个单元他可以随意组合 他可以把三个凑在一起就好 不一定要全部的六个 那这个是我们常在用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过年在吃洗糖的 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 他觉得这个很棒 他问你几个问题 他说那 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是可以挽回建筑存在的装置 什么叫挽回建筑存在 就是我今天不爱他的时候 我还可以 重来 建筑如果要 以前这个建筑 这种观点跟 以前的想建筑不一样 以前想建筑是我要如何开建筑 最好连三百年都不要变 所有建筑师都希望自己的房子是 三百年以后被人家纪念 现在的观点是说我不要做这种建筑 这种建筑是一个纪念型建筑 我们现在开的建筑是一个 随时我说要改回来 就可以改回来 这是什么观点 这个我们在当代理论里面称为叫做adductive 就是随机而变 我可以随着不同的天气 我可以随着不同的季节 我可以随着不同的时代 我可以改变我的 我的关系 而不是我盖个东西 永远跟自然没有关系 追求的是永恒 你知道追求永恒 跟随着世纪 随着气候随着季节而变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他现在取决的是 我不要盖一个 完全纪念性的东西 我要盖一个 这个随机而变的 随时可以挽回建筑 他说 我们的日本建筑 跟Mr.Vendor 这次看到的是Mr.Vendor的建筑 他说Mr.Vendor就是用一个非常精确的 的建筑 他几乎盖完那个精确性就在那里了 他说我们的日本建筑不一样 因为日本的住宅 经常在改变布置 他说你要看看我们的东方 其实日本住宅其实讲的就是东方建筑 包括我们中国建筑也是一样 日本建筑也是一样 其他最大的改变是我们做一个私河院 那个私河院进去 那个私河院什么都没有 可是什么都可以用 日本的榻榻米也是一样 我三间房间我把核四打开 它就是被一间 合起来它可以变三间 我一条走到不用的时候 还可以变成外栏 可以跟庭院在一起 所以 日本的建筑跟东方的建筑的概念 其实都不在讲精确 是在讲 暧昧模糊的自由 OK 所以他说我们的木构造系统 我们所做出来的木构造 包括我们的榻榻米 包括我们的空间的格局 都在谈这个叫做可以随时 改变 跟外在的 之间的存在的关系 可是 现代建筑里面最经典的 像刚刚看到的 Mess Bender 虽然它已经做得那么透明了 这个透明是很精确的 虽然它里面跟外面 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大自然了 可是它跟大自然的关系 还是 很远 因为它是封闭的 它是很精确的定义 他说我们的日本建筑 这个才是最棒 随时的挽回的建筑是 他用了这个来逼你 他说 日本的建筑 它 绝对不是这种 20世纪刚刚看到Mess Bender 那么精确的 现代主义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可开可合 是可以自由变化的 我们可以 顺应任何的生活 或顺应任何的自然 他用了一个很暧昧的字 很煽情的字 说我们要盖一个温和而柔软的建筑 然后见到这个就觉得好舒服 我们的小建筑是温柔而柔软的 我们不要盖一个刚性的建筑 所以这个是他的主题 他谈到他的主题 除了要有 自存性 自立性以外 他要盖一个非常温柔而柔的 温柔而柔其实就是东方 东方主义 就是这种 可开可合 然后里面有一些 自然的光线 这个光线绿过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看到光影文化 可是他也可以另外一边 可以变得非常的symbolic 有这种文化象征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房子 有些要文化象征的时候 他是开始有 很多很多的像 富士会的话 可是很多要跟大自然在一起的时候 要用的是 半透像 薄膜玻璃的 像纸一样的 光线可以绿过的 所以他说这种关系 才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 所以我刚刚 整个跟大家讲的 其实就是几个大提问 他接受了像钻块的小单元 他要更轻一点 他可以随机的组合 他可以随机顺应的外界而做改变 其用这几个观点来看 我们刚刚最刚开始谈到的自然建筑 你也可以理解他之前就在做这个事 包括 他为什么把一个石头变成变变的 为什么把一个石头变成一个V字形 夹在一起 有空气可以 可以进来 为什么要 做一个 很细很细的木格杂 这个木格杂 让风可以进来以外 让人看到山景的时候 是一个很暧昧的 其实这些都是 魏延武在早期他做东西最迷人的地方 他其实在很迷人的在做这些东西 那相同的他在 做那些建筑的时候他继续在做实验 因为他 突然发现 他尝试的这些材料的 小单元的 小建筑的实验 的确可以帮助他 发展出一批 跟西方现在 当代思潮里面最重要的建筑是那些潜惠建筑 很不一样的建筑 包括他可以做一个 跟现在的魅导和氏 或现在的 伊东风雄 或现在的安藤忠雄 很不一样的建筑 所以他的确尝到了那个 最重要的那个田头 他认为 这件事情的确是他很值得去做的 所以这十年来 他几乎一边在做建筑的时候 他跟一群 学生团队 一群专业的实验材料的团队 跟一群工匠 工匠跟实验团队不一样 工匠可能要去埔里 去找 可能要到英哥去找 实验团队可能要去工研院找 工研院发展的一些东西 他同时 这两帮他都去找 他开始找到一些新的实验性材料 同时又找了很多 这种叫做工匠型的材料 来突破他的什么 他想创立一个 他自己的叫做OS Operating System 这个OS 小建筑里面的叫小单元 从这时候开始的 后面的那几张 都在他怎么处理 那个 个别的单元 而且这个单元用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我们刚刚讲的 有叫堆叠 有叫编织 有叫膨胀 有叫依靠 那四张 其实就是他用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实验方式 来谈他刚刚讲的 如何建构出他自己的系统 好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他的 几个project系统 如果刚刚谈的都是理论 那大家可能就会不太了解他 那到底在实验什么东西 所以他的 这里的四张 其实是有系列的 在 讲他的实验 非常有意思的是 因为他本身 以前是一个理论家 所以他在每做一个实验前面都会讲一个理论 都讲一个他对抗的敌人 因为他发现有敌人 做实验才有力气 OK 所以他必须每一个 实验案子都要先找一个敌人 我要对抗什么事情 那刚刚他不是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砖块有没有办法 变更轻 砖块有没有办法 变得随时可以改变 不要被宜将给糊起来 砖块是不是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拿不动的 置地建筑 那第一个 就开始创立了一个叫做水砖 这水砖其实 最重要的概念其实是他两个加在一起 他找了乐高 跟找了那个 在 马路上做交通耗制很轻的那个塑胶的 的 交通 交通耗制 他说我想要来发展一个乐高式的塑胶水箱 而且好像更轻 因为它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呢 他想要创造一个 他刚刚讲的可以挽回的形式 这挽回形式不会 像那种水泥 他第一个面对就是水泥 大家知道水泥是什么 水泥刚开始混之前呢 都是湿的 石头啊 泥浆啊 全部湿的 合在一起还可以脚可以动 当你逛完之后 两天后 就完了 他就永远在那边了 动都动不了 水泥是一个凝固化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你永远都动不了 可是也因为这样他变得非常的坚固 而且他可说型很强 你可以灌曲线的墙 你可以灌就像灌石膏一样 你可以灌很多不同的形 但是他依靠的就是说 他不要这种 无法挽回的强迫的形式 他找那种可以轻松建造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轻松破坏的小建筑 破坏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是随时可以变的 这是他的 第一个观点 OK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水的砖块 为什么呢 他用砖块来砌墙 砌墙之后呢 刚开始是要很清的 为什么 一个自立性建筑要盖的时候 是人可以拿起来就开始这样 跌 完了之后 可是他 他说我如何用一个弱建筑 或者轻的建筑 可是最后具有 比较 强的强度 这个强的强度可以让房子站起来 所以他就发展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空的塑胶桶灌完之后 煮好以后再注入水 让它变重 尤其是上方不注水 下方不注水 上方比较轻 下方比较重 它是一个合理跟轻松的结构系统 这是他想象中的东西 大家不要相信说他现在提出这个东西 马上可以盖一个房子 因为房子没有说那么简单的 房子还有很多 安全系数啊什么 所以他在做的都是实验 他刚开始实验都是在一些美术馆 所发展出来的实验 他说我现在想要开始实验这样子的事情 我想要让快跟快的连结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连结来取代永久性 可以随时变换 那这个其实刚开始他做的很简单 刚开始他其实做的就是大乐膏 他用灌模去灌入一个空心的大乐膏 大家觉得就这么简单吗 这不过是他第一代 他第一代 不过就是一个叫做 硬龙砍筍 砍街式的一个塑胶水箱 每一个是30公分 什么叫30公分 就是平常可以拿得 抱得很安稳的关系 这是他第一代 这第一代其实做起来 没有什么 可是第一代开始可以透光 他用了很多实验 而且 他这个叫做硬龙砍 什么叫硬龙砍 硬龙砍就是 你必须不只发展一块砖的材料 你可能那个砖的形式 像做乐膏一样 你要发展六种 发展转角 发展上面 那他可以 重复组合 所以他那个 砍街的牙齿要一样 你玩过乐膏都知道 所以他希望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他第一代 在这一章里面 他写了四代 他发展的四代 他第二代就开始 把这个东西跑到深山去 带着一群学生 去深山去 去盖一个民法 从最简单开始 他说这个叫做 日本人很会讲这个 这个叫小建筑的战斗 日本人什么都把他战斗 要强烈自己的意志 所以他说 我们开始带着一群年轻人 而且 明明就是去小山间 还要说这是版本龙马 他的深山 日本人很喜欢这种 这是为了他强大自己的意志 就是明明做了没什么的东西 可是他觉得很伟大 这其实做设计的人要这样 你要自己帮自己打麻药 他说做这个事情是谁来过的 其他的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在讲 我如何 让原来在美术馆的 这个基本的展览 开始去做民间的小民宅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完全 建构出一个建筑上的关系 只是在 重新建构这个民宅的一些 基本的空间 其实不过就是把一般民宅 做青砖或是做隔建墙的部分 用一个这个塑胶筒 做起来 也好玩 可是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这样做不够伟大 他必须要有个更大的敌人 他才 可以做得更伟大一点 他就开始又树立敌人 他说 我现在做的事情 在什么 在对抗1927年1932年那个时候 最伟大的现代建筑的一个叫做住宅展 因为他后来去参加了一个 MOMA的一个住宅展 是 他在2000多 2000多年 2000几年的时候 MOMA邀请他去做住宅展 我说 他就说我现在住宅展 一定要跟80年前 也就是现代主义最重要的80年就是现代建筑的住宅展 这个住宅展是非常出名的 因为这个住宅展所有人都是我们认识的 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现代大使 包括Misferendor 包括所有的大使 那个时候他们的住宅展是为了什么 要处理 这个叫做国宅问题 因为那时候在 在德国 他们企图用现代主义来解决 社会住宅的问题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建筑师们 每一个人都提出他的 现代建筑美学 这也被这本书 因为他很懂得建筑理事理论 所以魏远文就把这几个建筑拿出来谈说 你看 20世纪初的建筑的理论 所谈的这些美学性的问题 的确创造很多美学 包括 法国的柯比 盖了一个 虽然在 这个房子 住在里面的人 因为他的房子漏水漏到 得废品死掉 可是 死掉的人是谁 我们就不理他了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建筑 所以每个伟大建筑都是牺牲一个 不伟大的业主 建筑师永远会 会用他自己的意志 牺牲业主生的 所要想的事情 可是时代就是这样子 一半年后真的不会有人记得 死掉的人是谁 可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建筑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建筑太道德 就不会像这样 这是一个不道德的建筑 对我来说 那就是 可是他真的非常有能量 因为他 创造了 整个建筑新时代的 这个开始 也可以看得到蒙德里安 发展出来的荷兰的 风格学派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房子 建构出来的 这个水平板 垂直板 像蒙德里安的各种不同的颜色 非常集合性的 在荷兰到现在 都还是荷兰重要的国宝之一的建筑 那个时候的建筑 除了做住宅以外 它其实创建了非常多的新的美学 包括这个新的美学 包括 现在是美国的国宝 叫做Falling Water 洛水山庄 弗洛莱特所盖的 的事情 它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21世代盖建筑 不能再像 那个时候 纯粹为一个叫做现代美学 来服务 来创造 我们其实要做的 其实已经要去掉形式上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是 构组上的事情 还是要回到这个互相依存 这句话说得好听 我今天是导徒 所以说不是评论 我若是评论 我就不相信他讲这句话 因为他 他东西也蛮形式的 可是我暂且在这个时候 是相信他讲的话 因为 我相信他 现在在做的这个 形式上 或构组上的演变 其实是有别于那个时候的 所以他 企图做一个第三代 这第三代的确有发展 这第三代呢 他做一个叫做骑之水箱 他其实 这第三代已经是2008年 他等于叫MOMA MOMA开始有 展了一个叫Home Delivery 他是其中的被邀请的人 所以他说 我要对抗 德国的这些 当初住宅展的那些大师 你知道 你要成为一个 伟大的人 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跟你的 伟大的敌人平起平坐 虽然他们都死掉了 不理你了 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他拉出来 从坟墓拉出来 说你是我的敌人 所以他要超越这些人 如果他 他要超越这些人 他要跟这些人 算是同一个level的 的事情 所以他说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要超越 1927年那个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 社会住宅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住宅理论 所以 我要开始建立一个 叫做进化型的 OS 系统 一个从墙到顶 都是一样的最小单元 一个更民主的住宅 OK 而且呢 刚刚那个水箱 我不只要做水箱 我要让这个水箱呢 可以在我现在第三代发展的这个 奇迟水箱 水可以在水箱 像热膏一样 待完以后 水可以在里面流 可以让水箱可以通 OK 水箱可以通的时候 这个水箱本身的 那个水本身 就不是为了重量 刚刚知道 刚刚的灌水 是为了那个重量 现在这个水箱不是为了重量 它为了要做循环系统 它开始创造一个 不然 灌了一个水在一个箱子里面 大概有两个重量功能 第一个是 重量加重 第二个它可以 可以降温 因为太阳光打在水上面 至少我身内可以 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可是实际上它说 我希望水在水箱里面流灌 建筑突然有了生命 变成生物 这听起来好感动 建筑因为有血液在流 所以它就开始 变成一个 一个生物体 它说 我们在做这个建筑 已经不像20世纪 把它当作一个 机械时代的 科技的 演变 也不只是一个叫做 现代美学的 转变 我们其实是在创造一个 建筑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看 这是它的statement 它说 实际上生物 其实远比 远比这个 内脏 我想的是有细胞 这个细胞在 自由在 自由的流动 而且 流动才会形成器官 这个概念 其实后来 其中有个小章节 都在看这个概念 它说 这个概念它很会引经据点 这个概念它引的是 中医跟西医的观点 如果大家知道 中医跟西医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不同的观点是 西医大部分在诊断的时候 你是哪里就依哪里 所以它是把你的身体 分成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器官 分成不同的科 然后每个科 你这个有问题 就是开始在这边做诊病 那个是 生物体 好几个器官 组合在一起的 一个生物体 中医不一样 中医说 你手麻了 是因为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是因为哪里有 穴道的关系 所以中医基本上是把 一个生物体 当作一个整体 的关系 它中间有一个 真正的一个流动系统 形成各种不同的 机关科 器官科 它所有东西都是流动的 是Organic 这个发明也不是它发明的 只是这个在 东方理论跟西方理论 就很大很大不一样 所以 中医基本上不太会分科 它也不会告诉你 是哪里病了 它会告诉你 现象 你这个现象 是这个现象 跟那个现象 而不是哪一个 哪一个真正的病 那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学门之间的关系 它用这个学门来 reflect 它的建筑 它说 我的建筑要谈的不是那个 内脏的 那个器官 我是在谈 细胞 它反而在说 其实 现代的建筑 都在谈器官 它在谈机能 你这个空间是 Living Room 这个空间是 Dining Room 这个空间是 Toilet 这个是西方 现代主义的观点 东方的观点 或者以前的日本住宅观点 它整个就是一个大平面 开放平面 要睡觉的时候 关起来 棉被拿出来 它就是 是卧房 棉被收起来 门打开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像客厅一样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 它文称文叫做 自由的平面 这个自由平面 不是形式上的 是真的使用上的 所以它说我现在 当然我觉得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 那个厉害 就是水桶的水流来流去 它就可以变成 这个生物体 可是那个概念是好玩的 它开始在想 其实你就会发现 它的一步二步 第三步第四步 是有进阶的 它是在 在一步一步去想它的关系 所以 它又要让那个房子 可以盛起来 又要让那个房子 可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所以它就发展了一个 巨尺的单元 什么叫巨尺单元 巨尺单元是让 卡在一起的时候更坚固 大家都知道 那个牙齿越多 就像我们在做木桌子 那个卡榫 卡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的张力 比你一块 那个关系是好 所以它用一个小单元 整合变成一个 连续的单元 这个完之后 它把整个 连续的单元 每一个单元体都挖两个洞 是水可以进也 水可以出 所以它 借由这个洞可以跟 另外一个桶子 连在一起 第三个 它开始让 这个单元 画了一个叫做 系统图 这个系统图是什么 是这个组合单元以后 水要怎么流 可以当作它未来的 所谓水循环 未来它真的在使用的关系 所以 你不要忽视它 它在想事情 它这么理性在想事情的时候 它知道我要解决一个单元的问题 我要解决水怎么进跟出的问题 我要解决水在里面 它的我们就 这个开起来有点像水电图 大家知道吧 把这个水电图 画在哪里 画在墙里面 画在那个桶子里面 所以桶子本身就是 水电的 一个系统 最后呢 它搭出一个奇奇怪怪的形式 让它 从墙一直到顶 它知道这个巨子状 这个巨子状 是 一直可以漸漸漸漸 建起来以后 它就可以 盖到屋顶上面去 它不用说 我用 塑胶钻 一直搭到某个高度以后 我要再加个顶 那个顶会掉下来 所以它开始 藉由这个巨子状的关系 让它可以从墙到底 这四张非常powerful 这四张是在 描述它刚刚文字上面的 我要让它从墙到底 我要变成一个循环系统 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关系 我要让它变成一个 可以重复的转 所以在那边就开始 加进了非常多的 广线 加了很多 不同的notes 就是每块砖和每块砖 它叫做机能上的一一 所以做了一个 看起来非常的 日本少女的 粉红白的空间 可是实际上它谈的都是一个 叫做它的新的OS系统 是在摸马 在 它还没有真正改房子 它是在做这个展示 甚至于做了 灌这个体的这个膜 如何留下那个口 如何这个膜 可以很快的灌起来 所以它发展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建筑 它说 我现在发展的这个东西 叫做智力的建筑 它把这个水箱称为叫做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它既是结构体 也是流动的血管 它也可以 每一个细胞 租起来的可以是浴缸 水槽 床 桌子 这个 所谓的内障 OK 我们以前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用这个单元 给 拼起来的 它不各自为证 跟我们去买一个 水缸 再买一个脸盆 再买一个水龙头 凑起来 它是用这个 塑胶 桶的磚 把它吃起来 所以它必须要发展什么 它必须要发展这个塑胶磚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而且它都是 具有结构意义 它的洞都要 连在一起 然后它可以变成 人坐的这个椅子 这个形状 组起来的 不是一次一提成型 它是好几个东西组起来 变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然后说这个就是我要做的 它说 完了以后它做了一个结论 它说这个所有的东西可以支撑墙壁 地板 屋顶 OK 而且它这水不停的流动的时候 可以控制它的室温 很细腻的 它刚刚讲很温柔的 的建筑 最后它下一个结论 它说 小 所以能够自立越小 然后世界越大 越小你的可能性就越 越大 其实这个理论也不是它的 这个理论是现代当代理论 我们现在不管在讲那个 那个 阿里巴巴那些没钱的人 所建过来的商务系统 可以在美国上市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一个上市的一个层次 全部都是靠这些蚂蚁雄兵 都不是靠大企业 现在大企业都快挂了 因为大企业都被 一些 窮人的蚂蚁雄兵可以搞挂 所以它其实这些概念 这句话几乎在现在几乎可以通用 几乎已经不是在讲建筑 他是很厉害的知道 我怎么用建筑的语言 或者用建筑的实验 来回应这个当代的这些 基本的 的精神 这是他最后的 那大概他第1章大概就是用他的这个系列 用他的这个叫做塑胶水桶系列 来谈到他的这个叫做堆叠 的状态 第2章他开始在讲的 我并没有要去介绍他的案子 我想今天讲的都在讲他背后的那个 小建筑的理念 第2他在讲依靠 依靠他也要有敌人 他说 我们的依靠 这是一般的我们的依靠房子 都有一道墙 可以依靠在一起 可是那这个墙依靠在一起的时候 你常常会因为这道墙 的影响 所以你失去了那个 可以依靠的对象你就会崩魂 所以我们常常说 看起来有强烈依靠的 比如说 山墙因为地震因为地 它动了你就毁了 所以他说我要发一个建筑 发展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呢 它是一个叫做 自我可以依靠的 他说 我们如果今天 我们自觉自己是软强 所以它非常弱小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很多的技巧 很多寄生的技术 让我们的柔弱 可以开始变得坚强 OK 这讲下来很温柔 他说我们要大家 很柔弱的东西 集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依靠一个 原始的大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 自我结构的依存系统 他说21世纪是一个建筑纤细化的时代 也是一个日本化的时代 又来了 它是一个温柔地 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关系 所以建筑要走向纤细 OK 不再是做这个厚重的墙壁 的关系 所以越纤细越好 然后他说这个依靠系统 以前有几个很重要的依靠系统 像这个 他就说 这个中国的巡空室 是要用一个很细很细的构造系统 来跟很强的东西靠在一起 有点像叫寄生 寄生的关系 和自己本身很细 他说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建筑 不要跟它硬碰硬 我们开始让我们建筑来 大家都知道 其实 东方建筑是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建筑 你知道西方建筑跟东方建筑最怕是什么 西方都非常非常的强壮 因为都是砖跟石头 所以西方最怕的 毁掉是怕地震 东方的全部都是木构造 木构造根本不怕地震 因为木构造地震的时候 他自己会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 他自己会撑出一根 他自己的 结构系统 东方的木构造怕是火灾 OK 大部分都是 火烧掉的 都不是震掉的 OK 所以 石构造怕震 木构造 他的单元非常非常的细 他反而怕的是火 他怕 他自己本身对震来讲 他有一个叫做 他自己的一个柔软的衣服力 那这个就是他开始在谈说 现在的东方建筑最重要的其实是 每个东西要变成一个 他其实在证明他的叫做小单元 小建筑的这个 这个 威力 他说这种概念 这种衣服的概念 其实非常重要 这个衣服的概念 他自己也具有一个可以随时变通 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 可能性 不会硬碰硬 随时自己的东西就定死了 盖完就停在 他说 其实我们日本有一个时代 曾经在想这个事情 建筑是可以新城代谢一样 可以交换 这就是 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展览 不要让我们去看 有一个很大的建筑展在台湾 叫做新城代谢展 代谢展 是日本的一个代谢派 曾经有个代谢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 叫做 黑川记彰 他就开始盖了一个 叫做中营大楼 这中营大楼 是做一个很硬很硬的 交通河 就是 电梯跟楼梯做一个河以后 所有东西都是大量生产 放上去的一个单元 那个时候 为什么叫新城代谢派 1968年 日本发展一个新城代谢派 第一个理念是 我这个房子 工产盖完的 是一个precast的一个单元 塞进去的时候 可以把它插在这个 咖啡式的管子 所有的基垫所有的管子 插进去就可以 跟这个通 依附到这个建筑里面 所以建筑呢 可以20年 不复使用了 可以把这个盒子拆掉 回来以后再换一个新的上去 它成为这个建筑 就像人类的新城代谢一样 可以一直代谢 所以那时候代谢派 那讽刺的是什么 讽刺的这个黑川基障 大概是 所有形成代谢派里面 唯一被盖起来的房子 而且这房子从 第一天盖完到材料 从来没换过 第一个是不值得换 第二换得太麻烦 代价太高 那今天 这个魏妍武又再重新问这个事情 他说 黑川基障这个代谢派的房子 当初这个概念很棒啊 把建筑当作生物一样 然后可以随时谈太坏了 他说为什么现在我还在谈的吗 他说 其实新城代谢派 它最大最大的 问题在于它过于巨大 太大 它其实 发展的代谢的盒子 这个概念还是像 器官一样的 OK 所以呢 这个太大呢 他 没办法 缺乏 他那时候对那个大小没有感觉 所以这个大到 他几乎要拆要换要 代价都太高 所以呢 他没办法真的做替换 他说 我们如果要面对当初代谢派的这个观念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我要让它变得更小更细 更小更细 基本上是要小到像一个千鸟的程度 大家都不晓得什么叫千鸟 要跟各位说 千鸟其实是 日本的一种叫做木构造系统 是一个木棒跟一个木棒一直搭起来可以搭成一个大的 大的一个架构 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用木棒撑起来的一个大构架 简单讲 他们的千鸟很像我们 台湾的 中国斜屋顶的斗拱 大家知道吗 做个建筑为了要撑高 所以一直加一只加一只加越加越出去 然后就会撑起一个大屋顶 那个在日本他们叫做千鸟 的关系 不过千鸟有一个特别的系统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回应代谢派的这个观点 他找的都是很大宗的运动 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挂在那里面 他跟他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产生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影响力 所以呢 他说我们要面对的这个 过于巨大的时候 我们要让我们的 面对结构 过于再纤细一点 然后像千鸟一样 他就可能进行新城代谢 所以他还是把建筑当作一个 新城代谢的这种生物观点来看 所以他就带了一群学生 依附了这几棵树 搭出一个叫做 舒缓的多曲面的柔和的 一个叫做千鸟系统 这千鸟系统就是一根架子搭到一根架子 一直撑一直撑一直往外撑 然后他最后撑的地方 他还是需要几根 大的树干 让他开始架构在一起 他才有办法从地开始撑到 高的地方 那这个这个千鸟系统 用木构造一个一个搭起来 变成一个细构构的构造系统 不是只有他发明 如果大家对建筑还算敏感 了解一点的话 还有一个中国建筑师在 威尼斯在台湾都做过这个 那个叫王树 王树这个人曾经在台湾 德国普林志各奖 他台湾曾经盖过 盖过一个叫朗读伪章 就是用一堆木架子把它撑起来 后来他在威尼斯盖一个圆顶 都是用木构架来做的 还包括另外一个人也常常在 找一般的人来用木头 撑撑撑撑撑撑起一个大的老家 后来他发现那个木头还不够 他希望做得更轻一点 所以开始用执管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板茂 所以板茂 王树 跟魏延武 其实他们最近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让建筑的构架 越清越好 如何让这个建筑构架 因为一个往下一个往上撑 他会撑起一种叫做绿型地学张力 然后撑起一个新的空间系统 这空间系统最近还有一个日本人也在做 那个人叫 我不晓得 因为年轻建筑师 如果这边有学建筑的人 应该就会知道 叫做藤本壮杰 他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 曾经盖了一个叫做蛇行画廊 也是一样用细细的棒棒 做出一个班序的忙 所以这个也不是 我认为也不是 这个魏延武个人的发明 好多建筑师在试这个 只是看谁先试到 谁先做出一个有意思的房子 大概就 就还蛮有意思 所以他们就撑起了这种 具有过滤性的光线 棚架 有一个空间 然后能够让整个空间撑起来 撑起来的架构跟棚架的架构 开始变得不一样 这是刚开始找学生做的一个很简单的尝试 这尝试说你看完就看完了 能不能干嘛 所以日本人或是魏延武或是他们这些人厉害是因为 他们一直在做进化 大概不是找学生办办工作人员然后大家拍拍手就走了 那他只有台湾人会做 台湾人就是找人来做一堆实验的东西 然后没有结论 然后大家拍拍照 觉得好高兴 学生又做了一些实验了 然后就走人 就是完全不进化的 OK 可是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在做一个叫做进化的 的关系 所以他下一步的进化 那我再做一些事情 我开始用石片 石头 的石片 用很薄很薄的石片 大概整个一公分的石片 借由三角形 看他撑出来的这个厚度 让他变成一个半厚的 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就像以前在搭 空性专器 这个台湾 这个搭法没什么了不起 中国人早就做了 你如果到苏州 庭院 你看到那些花窗 全部都是用很薄很薄的瓦片 搭出很多很多不同的 集合关系 本身是有一些张力 那 可是他就很精准的开始试石片 他虽然拿出来谈 这本也拿出来谈 可是他很快就抬过去了 显然那是失败了 那可是他在这边 是谈到了一些几何形 他说 三角几何形的关系 足以撑出一个 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 说实在这不用他实验 因为三角形 足以撑出一个系统 走在200年前就这样子了 大家都知道三角形 是一个最几何的原型 可是他也真的试了 试了一个 在一个展览试了一个 蛮漂亮的一个空间 全部用很多很多的薄的石片 变成一个像空心砖网的 高高低低的 空间的关系 他是靠什么 他这里面会下一个结论 我觉得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 虽然在阶段性没有成功 可他在阶段性都可以看到 那个阶段的时候的 蛮重要的意义 他说 我在这个石片的阶段 我尝试的是在尝试一个 叫做纸牌重宝 利用扑克牌的相互依靠的事情 让又薄又软的东西 形成互相依靠 也会形成一个大的 空间 强而有力的结构体 这是他做的 他自己也承认失败 他说这个在做的时候 石头跟石头的结合 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形式上本身是 力道够强的 可那个结合点 不太容易碰 OK 所以他创造了这个关系 最后的结论 只是在做一个叫做 大小三角形 如纸牌一样的 依存在一起 他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依靠关系 可是这个并没有成功 真正下一步 才是他开始有点的 进步进化成功的关系 在下一个阶段 他下一个阶段 就开始做了这个 叫做多角铝 他开始把他的三角形的 关系 开始塑造了一个 这个叫做 六角形的 铝的 接锁点 这个接锁点呢 让这些所有的 砍接会形成一个 叫做六十度的一个角 他说我再一次用这个 硬龙的砍接 就是刚刚那个 卡榫的关系 开始把这个接锁 做在一起 所有东西从小的出发 可是他可以 慢慢慢慢 扩大他的 所有的关系 而这个三角点的关系 他靠近地的时候 可以越靠越小 所以他就 做了一个学生的工作 刚刚有个女学生 他创造了一个这个 可以从最小的接地点以后 因为三角形 可以把空间膨胀非常大 而且可以挖空 因为挖空这个三角形 会产生一个 还蛮完整的 互相依存的张力 大家知道看这个剖面一定会倒 可你让它剖面的边边其实是完整的话 它就会互相撑起来 有点像我们在 撑一个叫做 子龙子 我们 以前有一种子龙子 平常压起来 手风琴 这样压起来没有 拉起来的时候 它里面是一个格子网状 或者我们看到 常常看到那个叫做瓦楞子 瓦楞子里面有非常多的三角形 它其实在架 架那样的关系 所以呢他就找这个学生 做了一些实验 这个实验他开始把石头 改变成金属 他发明的是发明这个接锁点 就是那个小小的小圆点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 基本的架构的小圆点开始变成 新的一个架构 所以可以看到他从第二代 进化到第三代的时候 他放弃了那个石头 因为他说那个石头的接点 太复杂 他开始做了这种 小的接点 那说实在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这个 台湾也很会做 台湾作为做力霸钢架可以 万能接头 可以接成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不美而已 他们还有一点努力是想要把那个 变成一种美的系统 变成一种小的单元系统 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 我称为叫做 installation 这种关系 当然可以从小看大 就说 你不要忽视我现在做的 是一个小装置 其实我在想象的是一个 建筑 它是在发展一个建筑 可是它当然还有很多努力 所以它 一直在发展这个小的深角形 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一点 在发展 我个人觉得 至少我现在目前看到的 魏延武在发展这个 因为都是实验嘛 小建筑的实验 并没有完全成功 反而这个成功的 真的把它搭得非常成功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建筑 日本建筑 叫板茂 板茂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 它发展了一流 我现在放的这张 并不是魏延武的 是板茂2000年在汉挪威的时候 它做了一个叫做纸 纸的这个构造 那纸的构造也发展了很多的 街头 他说我用纸 去撑的时候 只是那个张力的 的骨架 街头全部都是金属 金属可以让纸管 纸管套上去 所以它发展了很多 万用的 空间 其实做得出来也很有 这个叫做东方的这种 空的味道 这是在2000年就做完的 和挪威 非常重要 它里面发展的就是纸管 纸管跟纸管的街头 大家可以看到 发展的一个 六角的街头 剩下都是纸管 它一样可以撑起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鸿架 那这个就是其实 几个建筑师在试的 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我们当当 只看一个建筑师的时候 我们 很容易相信他 然后很容易觉得 他做的事 其实 很多事情 其实大家都在试 不是只有他在试 只是说 到底谁先试成功 然后到底在想什么试 可是至少我觉得 在不管把帽也好 不管是魏银武 魏银武他在这个 建筑上他是自己加了一个自己的理论 他一直在强迫自己 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去欺净他 刚刚讲的这种 自立型的这个小建筑 的关系 然后他就在谈说 这些小建筑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是他重新去看日本 住宅的墙 门窗 他说 日本的墙门窗 都是把柱子做得 非常非常细 细的原因是因为开始细的框架之后 让这个框架几乎不存在 看到的是这个面 这个面呢 创造出来的其实是要让 整个空间是被外部给环绕起来 我这讲的都好美 用小东西把自己围绕起来 让周遭改变成一个小而温柔的环境 就是 你基本上住在一个 纸门 的光间 然后你是被包在室内的 可是外部的阴影 因为你做这个纸门 你不要有那个大架构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外部的这些所有的状态 他觉得这是日本人最棒的东西 他又要有违笔感 是被围起来的 可是围起来的关系其实是很具有这种 跟外战的这个 这个关系 那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这个日本人很多建筑师都在试 都在试如何把这个墙的关系 变成出来 所以他 再一次的把 他刚刚那个三角形的 钢 三角形的东西再继续发展发展成一个 叫做 蜂巢式的 结构 我们都知道蜂巢式的结构 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空性版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叫瓦楞子的关系 可是他让蜂巢式的结构呢 有些有甜 有些没有甜 有些有 有包 FRP 完了之后他就变成一个 看起来有违笔感 可是光线都打在里面 会有一些晕开的那个感觉 的确很漂亮对我来说 那个 他那个 所有的 蜂巢的那个厚度 光线打进去的反射 是晕开来的 的关系 然后呢 他说那我做 做这个 本身那个墙已经 蜂巢已经够强了 不会弯了 可是他边边边边要加一层框 才能那个那个 那个蜂巢自己本身 在边边是挺起来的 可是他怎么站起来呢 站起来是用折的方式 让他折完以后他再帮他站起来 我们他说折 一个软的东西折了以后才站起来 这个大家都会 为什么 因为他用 折纸跟扇纸就知道了 一张纸很软 就会垮掉 你把它折成这样正反而折 折成像扇纸就可以站在地上 非常的硬 这个不是他发明 这个某一个 称为叫做服装界的建筑师 他就把它做完 那个人叫做三战医生 三战医生 很多贵妇喜欢穿 会弹 皱褶的那个衣服 叫Please please 那个其实就是把一个很软的布 变了一个很硬的形状 那个早就做了 所以他说 我可以让那个空间 借由这个转折的关系 他说我要做一个紫舌 这紫舌的转折的关系 让他制成一体 本子本身因为蜂巢 所以他开始自己本子 不会软 是硬的 而这蜂巢的金属呢 可以让那个光影打进来的时候 晕出一些光 让人 非常温柔的被围避起来 他用这个字的话 所以他要用这几种各种不同的 他讲的 日本的指门 他要用蜂巢 用框 所有东西来建构一个他想象中的一个 叫做树林中的小建筑 他说 这个建筑如果开始用折的方式 不要有这种平顶 因为平顶就会掉下来 开始用一些 某些折的方式 这个看起来会掉下来 可是他这两边的折线不一样 而且他要反折 开始会 会 产生硬力 所以他说这个规则 就会让 建筑开始一直伸展 自由的走出来 当然这很夸张 什么叫做获得宇宙的规模 这个 就是无限者就是了 简单讲 可是他们就会用这种非常有power的字 然后 超有想象力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般的 的关系 那实际上 的确产生了非常失忆的效果 尤其是白天跟晚上 的这个 空间的效果 你看这个素颜 还可以印在 这个透明上面 我就看到我就觉得 日本人还是蛮厉害的 就是 做到这个 可是多贵啊 我都不想 他这个小建筑到底是多贵的小建筑 用这么多的蜂巢的关系 然后来做出这样的 这个是少数他有开始变成 把它变成一个小单元 变成建筑 之前在实验变成建筑 最厉害的案子 其实他做的 其实这个 这个建筑 叫Tiffany 他这个建筑其实就是把 整个建筑变成108格格格子 这108格格格子 还用了非常贵的五金 他画的很简单 我不想贵 我猜是有点贵 那个五金可以叫做万能角列 可以这样推可以这样推 有点像我们 以前汽车要鞋推出去呢 后窗那个鞋开的那个关系 所以他四边有四个鞋开的关系 所以因为这个鞋开 所以那个建筑的窗户可以 有的往外又开 有的往左开 所以他有点像一个叫做 变形 马赛克 所以开始变得 一个 非常有意思 而且开的时候 风会从那边进来 简单的说法 其实他是用一个 风格状的 半透的 金属的 外墙 加上那个 万能角列 让他可以 左右开 产生一个 我的确觉得 非常漂亮的 一个立面 他说这个立面其实有点像 Tiffany的钻石 当然讲得有点夸张 不过就是像 每一个不同的cut 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关系 白天跟晚上的 这个 那的确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移动建筑 对我来说 尤其他那个 远看呢 像一道墙 有角度的墙 白天的时候 因为他是金属 所以贪光会反射 到你很近的看的时候 他却是一个 可以透过去的网 所以他产生了一个 非常暧昧的 你知道做这种墙多贵啊 笑死人了 单单一道墙 本身就两个板就够了 他是做了这么多的 金属钢丝 才有办法创造 Diffany 没问题 所以他就可以创造出 那种近看的 空间的感觉 跟远看起来 就是说 我想把我的建筑的外墙 细胞化 慢慢慢慢的解散 细胞化的时候 才会看到 内跟外之间的关系 这细胞化 不仅是这样 他在其他的建筑 在做这个事 就开始 他开始用很多不同的板 那个板有很多空隙 里面藏水 就可以长出 绿出来 这个名字叫做 Greencast 非常有意思 他的锤子绿化 就像一个大马赛克一样 散落在各地 然后就开始 变成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慢慢他的很多的建筑 其实都是把 一个很大的建筑 开始 细胞化 所以他的小 是那个小的单元 这个小单元 每个其实有点像一个 叫做组装系统 是有一个 而且还有变化的 不是只是一个 叫做纯粹的组装系统 所以 他最近做了很多 这一类的房子 我其实觉得 对不起 这不应该有个个人评论 我比较喜欢 前一期的自然建筑 那种 很干净利落 我觉得现在这种 有点已经 对我来讲有点奇迹 做了很多 然后呢 一直在尝试很多 不过当然 你如果用一个方便的 去看他说 他为了要去做很多的尝试 把他的东西开始试很多 所以每个朋友就是试一种 我觉得也 也不会过 反正有人有钱让他试 所以他就一直在试 试哪一种试之后 有时候试了就觉得太多了 对我来讲 too much 可是有些时候就觉得 诶这个还蛮有意思 等一下我讲到一个蛮有意思 这个我们就很快过去 叫做green cast 最后要谈一个东西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他的另外一个 他谈的叫做 编织跟堆叠 他说 我讲这个 这个我就听起来 就蛮有味道 他说中国和日本的这五重塔 建塔是非常有意思是 以前我们的 做屋顶都要做得很大 做得很大的是 让这个雨不会领到木头 也不会领到墙 所以墙都推得很后面 屋顶都做得很大 那五重塔很好玩 五重塔是 将平房盖成五层的五重 每一层的这个 这一阶都会被保护住 被那个大屋顶保护住 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不晓得 可是听他这样讲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每一个东西它都在cover 中间的那一段 大家都知道这个点 不可能cover到下面 所以我们常说如果屋顶盖太高 你还是会领到雨 因为 没办法 帮你遮雨 所以它变成好几层的时候 那个每个屋顶都在保护那一层 我觉得这个点 对我来说 没有想象力 对于概念上 对于 一层一层往上走 它比较不会像我们的 101说这个是什么 九层宝塔 或什么 那个叫什么 什么狼牙棒 这类的 它谈的是那种 风土型的气候跟空间的关系 可是它做这个事情要讲什么呢 我都不晓得谁先谁后 有时候我也不太相信这些建筑师讲的话 因为我们常常讲话都乱讲 都是事后才讲 OK 因为它正在做这个事 如果大家到 东京就会看到这个project 这个project其实就在清朝的一门 对面就有一个清朝的文化中心 其实盖得非常有意思 只用了各种不同的 shape 跟粗挑的 这个粗演 来让这个空间变得好几层 层层落落的 说实在的 这个房子我一看的时候 它其实跟荷兰的很多建筑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处理方法不一样 不过它讲起五重塔的时候 我觉得它跟荷兰不一样 这就是建筑师伟大的地方 就是它 它其实 明明都在做这种 separate的这个layer 可是 它当它看到那个 古典的这些启示之后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有帮助了 可以让我重新去想 OK 它为什么做这个事 它这么解释 它说 我的屋顶的秘密 再回来它其实很会 兜这个 它会说 我的屋顶的秘密 其实是把一个超大的体积 化成 很多很多的各层的小建筑 我把八层的小的木造的房子打起来 听起来有点道理 可是我猜 做完以后再想 都不猜 我不是任何那个 可是我觉得有点道理 比如说你开始要建构出一个这个 这个概念 然后 开始把这个所有的建筑 不过这个房子蛮有趣的 我去看了以后 都觉得 做得还蛮好 它开始用很多它以前做的这些 垂直的隔渣 跟光线 甚至于室内室外的关系 的通透关系 一直到屋顶 飘出去的屋顶的时候 有一个完全空的 可以看到 雷门寺的那条 那条 还蛮有意思的 这块最后才谈到它的堆叠变成编织的时候 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重新看这个 这个才是我觉得 日本自己的匠师文化 非常重要的叫做前鸟 是三根棒子 借由一个凹一个凸的开口 让三根叫在同一个点 我们知道三根就是 X走 Y走 Z走 三根像卡榫一样卡进去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鞭织性的 而且这鞭织性是具有结构的 意义 这个鞭织性你突然发觉 为什么有的木头 走在下面 这个木头走在下面 其实它是因为 扭动有卡榫的 关系 就是真的像鞭织一样的概念 然后它就开始创造了这个 由鞭织完的这个叫做 这个名字叫千鸟 那因为它的每一个枝干 因为它的卡榫的编织的关系 让它在三个轴在同一个点 具有某种 互相之间的硬力 而且可以撑出一个框框来 他刚开始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做的 这个尝试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这个尝试就是他们的 以前叫做木座 大木座的这些匠师里面所做的事情 他第一次去米兰的时候 就把这个尝试 架构一个 层层叠叠 有点像 刚刚讲的那个像鱼丝一样的 因为它的木头只有三公分 你知道 台湾每次我们跟结构技师说 你要做西一点做西一点 一画出来图 这根柱子八十公分 就像一巴掌打下去 那个八十公分叫做西 所以台湾人对大小的概念 很怪 日本人 连六公分他都不接受 像木头他就是 一根只要三公分 因为三公分的那个视觉上 才有办法 把那个 空气跟视觉滤过 OK 再粗一点他就变棒子 再粗一点就变柱子 OK 所以那个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用一个三公分的关系 创造一个叫做千鸟结构体 这千鸟结构体刚开始 我 有一次去米兰也看到这个 这千鸟结构体 其实它只是开始用三层的关系 让它开始 一直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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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刚刚如果说 那个 像血液循环的塑胶筒 还没有被完成 没有被真正的完成 刚刚那个什么 六角形的蜂巢 没有被真正的完成 反而是这个 被完成 这个是直接从墙一直可以搭搭搭 这个被完成 当然 重要的贡献是因为 这种大木座本来就是 东方的传统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木座关系 它就创造了一个 既室内又室外的一个 半头的 关系 刚开始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大概觉得它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雕塑体 我最喜欢的一个案子 在那之后 它就开始做了一个 很小很小的美术馆 这个美术馆就用这个 大木座来做 做的这个美术馆 这个大概是我 在这个案子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案子 非常的纯粹 然后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那个层层叠叠叠的关系 开始从 这个原来的那个 小小的 米兰的 这个installation 开始变成 它叫大佛样 其实大佛样 其实就是我们的斗孔的意思 就是 以前我们要把一个 佛像供在一个室内的时候 需要用木造做个大屋顶 就开始往外层层起来 变成一个大的 大的关系 然后可以看到到这个 这个空间有一个很 棒的一个 一个空间的基礼 的关系 虽然复杂 可是的确文英的 它自己叫做小单元 可是不会像刚刚那个种草的 那个叫green cast 就是看起来 很奇迹硬巧的 觉得还蛮美的 蛮有它自己的一个风格 然后你可以看到到那个 架起来的这个 还故意在每一个端点都是刷白色的 整个空间的层次跟空间的关系 的确立起来 而且你从下网上看 看到慢慢撑出来的时候的这个 这个景观我觉得是 蛮美的 你可以看到光线 从外面进来的时候是 滤过的 是从亮一直到暗的 的关系 那这是我认为在它的 阶段性是一个 还蛮优雅的一个 可是 这个搭起来也有优雅跟不优雅的状态 等一下给你看一个不优雅的状态 下一个状态它总是想要再试 它每一次都在试一件事情 这是我觉得它比较厉害 伟大的 下一个再试 它就是试一个全世界唯一 不一样的 Startbox 这个Startbox很出名 它刚好在一个 要去求佛的那个 走的那条路径上面的一个 所以它把原来的这种大佛寺的 这种 这种 这个拜道的这个 里面 用大佛寺的木构造做了一个Startbox 它说 全世界Startbox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做一个是跟我们这边的求佛的这个一样 所以它用佛教的 庙的大构造做出来 的确做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架构 我那时候想说它为什么要做出一个这么奇怪的木头 这台湾话叫气叉 就是 不是就是吃吃的 刚刚那很优雅 后来我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知道后来看它的书 这边有写它在试的是 刚刚的是三根的千鸟夹在一个点 它现在用四根夹在两个点 所以其实它是在 重新创造一个 它把每个案子当作它的一个进化点 它开始要求一个 木构造的另外一种新的形式 然后让那个木构造才开始有一些新的 新的关系 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看爽的 就是哇 很棒 生意一定很棒啊 我觉得像看到这种店 再怎么样都会进去看一眼 因为这里面都不晓得是什么一个概念 不过它就自己称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交叉的双点 交叉的木构造 所以它会看到很多这种 交叉性的关系 可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阶段性 它未来一定会慢慢发展 那当然这个还发展中间 还是有人会找它做设计 所以它做设计还会继续发展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室内 可是 目前一直在看到这个室内的这个架构 我还是觉得假假的 因为这个墙跟这个 看起来还是没什么关系 所以看起来 对我来讲装饰性比较强 只是为了要做装饰的做装饰 所以你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木头的这个墙上 的确有它的那个双焦点 很美的状态 可是 其实它是一个 还蛮装饰性的 我相信它开始在发展 这个叫做双焦点 跟 构造它也不会停留在这边 它一定会 继续往前走一段 它最近还在路上 还没有 还没有完成 最近也试了一个 那个又不优雅 我不晓得 看起来还是觉得很怪 这是我们的 微热山丘 我们到日本 微热山丘找它做 它做了一个 像一个长毛的 凤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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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 然后它其实开始 创造另外一种 新的构造形式 构造的 观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微热山就 在日本也很红 这个就是 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 凤梨书店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 的确很像有 凤梨的纤维的感觉 有那种 凤梨纤维 长刺的 那个 我觉得 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 这是它在试的 其实跟凤梨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自己在 试这个叫做 千鸟木构造 如何把建筑 变成小建筑 这个建筑很大 这个一点都不叫小建筑 当然也不大 可是还蛮powerful的 这个小建筑在讲的是 那个单元的小建筑 我觉得比较怪的地方是什么 我对我来讲 最后比较怪的是 到里面看 你看还是这种传统的窗户 还是这里面的窗户 所以显得 刚刚外面都是假假的 就觉得它好像 只是为了要包一个外面的 的斑斑的皮 都还不行 没有它自然建筑那几个 外墙就是外墙 该通风的就是通风 所以这个 这个让我觉得怪 让我觉得 这些事情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我这个当然就是在阶段性 我们期待它下一步 再一步就完成它的最后的任务 包括它的楼梯 这些都是 看起来都还 还在补来补去的 都还没有 制成一个系统 它如果制成一个系统 应该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系统 做完 所以现在这种事情都还在 阶段性里面都还没有完全 达成嘛 不过 其实我认为这里面 大概它试最多的 而且是这个叫做 大木的这个千鸟构造 其实我觉得它在最近在试得非常多 因为 这个部分毕竟它很承受 所以它一直在试这个事情 它当然也试过很多种 因为实现关系 我就不再说了 比如说 它试纸钻 它希望这个纸钻呢 正面看非常薄 跟它经过这个交错的 编织的关系 让这个磁砖的那个薄跟透的关系 产生非常多的阴影面 而且这个阴影面 错觉感觉非常的 非常的 弱 可以看到了这个 刚刚那个薄的事情 经过它的这种 小的斜的转折以后 开始产生非常多的阴影 然后空间 不管在白天的阴影 或晚上的灯光 就变得非常 Powerful 可是这件事情 如果它没有真正解决 结构上的问题的话 其实它就一直 拿不到不理之够讲 因为它会被人家觉得 它就是一个形式上 因为这个人来做什么 这个人来做PLATA 做LV很棒 就是它来做 商业建筑的立面都很好 可是它对建筑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 我们常说判断建筑 有没有大药镜 并不是它做的好不好看 青木层也做得很好看 青木层做那么多的LV的立面 也很好看 可是要看谁 可以把那个东西 变成建筑的那个 真的热门 那你说 魏延武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看他写这本书就知道 他心理清楚的不得了 只是还没做到 或者根本做不到 不晓得 OK 就是在等他的那个所有的关系 包括他 这个案子就很好玩 他挑战了Fuller 现代建筑的一个 非常会做圆顶 他说这个圆顶全部都是靠 一百 所有都是六十度的三角形 变成一个大圆 用三角形租起来的 然后里面加一个棚子 他说Fuller这个东西 他的确是20世纪最棒的一个科学家 工业家跟建筑师 盖了这些所有东西 它叫动力屋 可是呢 他觉得这个动力屋还是太大 虽然他要用小房子来抵抗 美国的大房子 可是实际上 这个美国的大房子 美国的小房子 还是不民主 还是太大 他认为有一个很民主的建筑 他很喜欢 我很喜欢这个房子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工业设计师夫妇 叫Ims 这个我不晓得大家知道 他有很多 椅子都是经典的 的椅子 有那种 木纹的 外面包裂成皮的汤椅 几乎所有那个 做律师或做银行家都会买一个 反正邪恶的商业的人都会买 买一张那个椅子 就是 放在家里面 OK 这是经典款 然后 Ims他的家就非常有意思 全部都是用什么 他称为叫做平民的建筑 全部都是用 各种不同的叫做 网购的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网购 都是用IKEA 或者是大卖场的这种组合 组合出来的 非常有设计感 可是却是一个组合出来 他称为就是一个平民的房子 用一个 非常简单就到手的 一些工业制裁 不像刚刚 Fuller这种 纯工业加什么东西都要非常高科技的技术 用非常这种平民技术 却可以盖出一个 这样子一个非常有 具有生活感跟 居住感的房子 而且这个居住感生活感很轻松 其实我们在看建筑说你住在这个东西 人住在里面到底是不是很轻松 Ims的房子很轻松 你看这个家 就是这样乱乱的 真的很轻松 我很讨厌建筑师的家 其实包括自己的家也是那样 一看就是建筑师的家 根本不是人活的 因为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 可是这种就是非常的 easy going 这是另外一种层次的建筑师 或者设计师 所以 我开始知道这件事情 我要做一个棚子 基本上棚子的概念是 Fuller的那个 那个棚子 可是我要做小建筑 所以我希望Fuller的那个圆的洞 三角形的这个棚子 能够平民化一点 像Ims这么平民化一点 然后这一点他就很重要 他是试了一个东西 用什么东西可以做出这个棚子 最 最棒 自己已经制成结构叫雨伞 我是不是拿最便宜的 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 做一个叫做 他有句话 我们叫做大家的家 这好会写 集合树人的伞 集合成一个房子 把自己的小跟大世界合在一起 这个超级感动人的 叫大家的家 这个跟一东风雄去做 威尼斯串连展 叫home for all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一样伟大 所以这个 写出来之后 他说 我要开始把Fuller这个 大房子的关系 借由这个伞 看起来这么轻而纤细的这个伞 可是却能够集在一起 然后 抵抗大房大雨 这很聪明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project 他就 用一个大的伞把它结在一起 每个伞上面都加一片三角形的布 这个布都加上拉链 所以呢 把这个伞变成 变成各自可以拉链拉在一起的 空间 然后每个 当然要改装 中间的枝干要做得更强一点 让这个 这个伞状的基本结构 发散出去的变成 一根里面集了六根 然后再往外发散 完以后 每两块布做一个拉链 他就可以把 好多伞给 拉起来 而且打开的时候还可以通风 所以打开的时候 那块伞的布还可以通风 因为 那块布 是平常是拉下来的 它并没有力道 它唯一的力道就是 用布撑起来的时候 撑起一个力道 它不是用支架撑起来 所以我们常说张力跟拉力 这里面有时候 布也是一种张力的一种 所以他就找了一群学生 很可爱的拉力堆 垂了像 像帽子的三条线的这个伞 然后 开始拉拉拉拉拉 撑起一个大伞 每个都是一个伞的单元 变成一个 一个通透的关系 这个案子我倒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案子 真的很有意思的 是开始用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构造 然后拉起这个 这个像伞的构架 那这种对我来讲就聪明 就是他 他真的能够理解 Fuller那时候的基本的结构系统 可是做的太贵太伟大 加上一个山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撑起来的那个基本结构以后 真的回到他的平民建筑把整合在一起 那里面的确很漂亮 然后拉开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本身的那些空洞 然后可以变成一个 很好玩的关系 这些事情 其实不止他做 还有人做的更厉害 就是上个月来台湾 有一个叫小岛一号 他也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那个 那个关系 等一下我先讲 他做了一个 最后一章他讲了一个膨胀 做了一个茶屋 变成这样 这个我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觉得这个 做的超丑 他说像花生蜜 的确很像 我不曉得 为什么茶屋要变成这样 要做茶屋 但是我觉得腾森造星 做的还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 德国人找他做这个 不晓得怎么办 他还无言 做了一个气囊 然后 建筑师有时候也是要 没招了 就不晓得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都做的不够好 当然他还是在做实验 因为他其实 你不要 刚刚开完就说他不好 其实这些都是他历久以来 在跟各个 工研院 什么在做的实验 某一天那个实验出来 他就会做成另外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在试 可是他里面的确创造了一个 其实蛮美的 这个空间 如果做成茶屋 我就 觉得有点跳通 那他的确做了一个空间 可是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没有 最近来台湾的那个漂亮 最近来台湾的其实是 有个叫小岛一号来台湾 是一块大的布 靠这些 铁杆就把整个房子给撑起来 根本不落地 就是铁杆就撑起来 非常漂亮 这是 陈云生在台湾 他有个无聊女子在那边 跳起来拍张 非常漂亮的一个 一个空间 然后他其实是用什么 用这些张力感 把布给一个一个撑起来 那这个房子 小岛一号的这个房子 跟这个 刚刚讲的那个 他做的雨伞 都是我觉得非常具有贡献性的 包括那个牵鸟 的关系 剩下的我觉得他还在试 那这个小建筑其实就是在理解 他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说越大的就越有一些越脆弱 小建筑其实这个 记得 用堆叠 依靠 变质 膨胀 然后他 最后一句话 在这个 他是要建立一个叫做自立的 自存的 一个开放性的 民主是可以一直 改变的 有机的 不仰赖外在结构 就像刚刚的雨伞一样不仰赖外在结构 是一个生命结构 这是他的主要的点 那如果大家能够 理解这个点再回去看他的 所有案子 再回去看他的建筑案子 你大家就可以认清那个建筑案子 哪些是做壮施的 哪些真的在做他的这个阶段性的 的实验 这样来理解 未言无误可能会比较 比较公平 我虽然今天有些东西在开他玩笑 我还是蛮专精他的 一个建筑师 试着要每一次要理出自己 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然后 变成一个类似理论的 不是一个做底级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 非常难得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 然后今天就跟大家介绍 谢谢 谢谢老师 就是用很轻松 然后很有 很有趣的方式 让我们认识了这位 金竹大师 他真的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时间就是因为 时间不够了 下次 留给老师三个小时了 那今天我们都到此结束 就是老师刚刚提 讲题中讲到的 一些作品 我们现场都有在卖 那今天是我们在 信仪讲堂经年度的 最后一次活动 就是 要买书的话 就是今天 除了有特价以外 还有证书 好 谢谢各位来宾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